他本是一名普普通通的私人医生 却靠着东欧巨变的风口 一举登上了阿尔巴尼亚的总统宝座 为了上位他不择手段 一旦竞选失利就开始胡搅蛮缠 举报对手在过程中作弊 坚称只有自己当选才是真正的民主 而且他在治理国家上也表现得一塌糊涂 还亲手掀起了全世界最大的庞氏骗局 把本就贫穷的阿尔巴尼亚推进了火坑 他是如何用庞氏骗局摧毁一个国家 他最后又落了个什么下场 今天就和大家聊聊这位骗子总统萨利·贝里莎 1911年 一位名叫查尔斯·庞兹的意大利投机商人来到了美国 在此之前 他干过许多投机倒把的事 在加拿大和美国的监狱里都留下了自己的足迹 但俗话说狗急跳墙 坚决不肯走正道的庞兹 在走投无路之下发明出了一套全新的商业模式 1919年 庞兹来到波士顿 开始了自己的表演 他先是找到了熟悉的人 声称自己有一套低风险高回报的投资计划 只要你先借给我100美元 三个月后 我就能连本带利还你140美元 一开始大多数人肯定是不信的 不过100美元也不算特别大的数目 因此还是有人愿意试一试 而当庞兹真的在三个月后拿出了140美元时 这帮美国佬都蒙了 心想这么好的理财产品上哪涨啊 立刻就把庞兹当成了投资之神 庞兹生前这件事很快就传遍了波士顿 据不完全统计 近一年时间 波士顿就有超过4万人参与了庞兹的投资 总金额高达1500万美元 在当时 庞兹还被投资者称为 哥伦布、马可尼齐名的 最伟大的三个意大利人之一 靠着投资人送的钱 庞兹住上了有20个房间的别墅 买了100多套昂贵的西服 和数十根香精管扎 还给妻子买了无数昂贵的手续 但庞兹实际上并没有做任何投资 他所给出的利息 用的都是其他投资人的钱 说白了 就是拆东墙、补西墙 不过 庞兹作为庞氏骗局的祖师爷 对这套技术使用的还不够娴熟 没掌握好跑路的时机 因此 在1920年 实在容不到更多资金的庞兹宣布破产 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 绝大部分的投资人都血本无归 1949年 庞兹在巴西的一个慈善堂军事 死前身无分文 落魄至极 时至今日 世界各地依然能看到庞氏骗局的身影 但是就在阿尔巴尼亚 庞氏骗局将在贝里莎的手中 迎来自己的高光时刻 他为了当上总统负责手段 一旦竞选失败 就苟急跳墙 指责对手选举舞弊 简称 只有自己当选才是公平正义 接下来 就让我们看看一位私人医生 究竟是如何用民主的方式 让自己当上一国总统的 1944年10月15日 贝里莎出生于阿尔巴尼亚的 维奇多尔镇 小时候的她成绩优异 从首都的蒂拉纳大学医学系毕业后 还去巴黎进修了一段时间 回国后就成为了货查的资人医生 1989年 多欧巨变爆发 贝里莎觉得 何不趁着这个机会 自己搞点事呢 于是她自己建立了一个新的党派 阿尔巴尼亚民主党 虽然这个名字里有民主两个字 但和民主沾边的事 贝里莎那是一件都不干 贝里莎的一生参加过许多次竞选 其中有很多次都失败了 但每一次她都坚称 是对手在选举中舞弊 还煽动自己的支持者 发动暴力倡议 1991年 阿尔巴尼亚开始新一轮总统选举 在第一次选举中 劳动党取得了胜利 但贝里莎坚决不肯承认这个结果 她疯狂地往劳动党的身上泼挡水 逼得内阁 不得不在第二年举行第二次选举 而在这一次选举中 贝里莎终于上位成功 被任命为阿尔巴尼亚总统 都说新冠上任三把火 贝里莎的第一把火 就烧到了前总统霍查身上 在当时 阿尔巴尼亚为霍查统治 修建了豪华的墓地 但在贝里莎上位后 立马就带人 把霍查从坟头挖了出来 还编造了一些罪名 将霍查家人及劳动党高层 一网打尽 不过这把火烧完之后 贝里莎就没啥动静了 因为她本来就是个学医的 压根不会治国 因此在贝里莎时代 阿尔巴尼亚政府已久贪腐严重 全国上下穷得叮当响 如果是在现在 阿尔巴尼亚或许还能靠着国际援助 勉强温饱 但当时政治东欧巨变 大家口袋里都没什么钱 因此 阿尔巴尼亚的经济状况 可以说是一路跳水 国有银行的坏账率 甚至达到了惊人的50% 被评为全欧洲信用最差的银行 而担心银行破产的老百姓们 纷纷取出了自己的存款 让本就惨淡的银行行业雪上加霜 1994年 阿尔巴尼亚的银行系统 几乎全面瘫痪 同一家银行 不同支行之间进行转账 往往需要一个星期 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 民间融资借贷公司的出现 就成为了一种必然 而庞氏骗局也即将摧毁 这个摇摇欲坠的国家 说到庞氏骗局 相信大家都对它深恶痛绝 敬而远之 但贝里莎身为一国总统 却将庞氏骗局视为立国之本 带着阿尔巴尼亚百姓 集体跳进这个火坑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庞氏骗局是如何摧毁一个国家的 出于百姓对国有银行的不信任 民间融资借贷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他们开出了远超银行的利率从民间西储 面对这种情况 贝里莎不仅没有及时制止 反而大力支持 公开为这些借贷公司站台 因为这些借贷公司实际上 就是他背后的金主爸爸 那么这些融资公司要这些钱干嘛呢 很简单 那就是走私 1991年南斯拉夫爆发内战 各国纷纷终止了与原南斯拉夫国家的贸易 而阿尔巴尼亚作为南斯拉夫的民国 在这干走私 各位是天时地利联合 这段时间可以说是阿尔巴尼亚融资公司的黄金时代 他们除了倒卖各种紧缺物资外 还承包了一系列涉及军火和人口的犯罪行为 各个赚得盆满钵满 在这个人口不到300万人的国家里 竟然出现了100多家融资公司 但就在1995年 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 敲醒了阿尔巴尼亚人的美貌 联合国为了争取和平 取消了对原南斯拉夫国家的制裁 阿尔巴尼亚的融资公司们 一下子失去了最大的经济来源 再也无力偿赴之前许诺下的利息 为了继续吸除 各家融资公司开始疯狂内卷 利息一家比一家高 1996年10月底 月利率达到了惊人的44% 也就是说存上两个月 你的钱就能翻上一番 面对这样惊人的月利率 阿尔巴尼亚人彻底疯狂了 纷纷砸锅卖铁给融资公司送钱 据不完全统计 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 加入了这场狂欢当中 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都向阿尔巴尼亚政府提出过警告 要求贝里莎立刻处置国内的融资问题 但贝里莎对这些警告却置若罔文 还宣称阿尔巴尼亚实行的是人民资本主义 国家正走在成功之路上 阿尔巴尼亚的钱是全世界最干净的钱 而很快阿尔巴尼亚就真的变得干干净净了 时间来到1997年 这时候老百姓的口袋里再也掏不出一个字了 各家融资公司开始纷纷因无力偿付利息宣告破产 人们这才明白过来自己上当了 但事到如今已经没有人能拯救阿尔巴尼亚了 最后阿尔巴尼亚全国各地都划成了暴乱 连警察和军队也加入了其中 因为他们也是这场骗局中的受害者 愤怒的人民在军队的带领下洗劫了军火库 开着坦克杀向首都蒂纳拉 只可惜这时候罪魁祸首贝里莎 早已经带着家人逃之夭夭 在这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阿尔巴尼亚都处于无政府状态 无数走投无路的人因此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还衍生出了令全世界胆寒 专门从事人口贩卖的阿尔巴尼亚匪邦 时至今日 阿尔巴尼亚虽然得到了国际各国的援助 但依旧乱象丛生 在此还是衷心希望 这个饱受摧残的东欧国家 能够早日走上正轨重获新生 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你是如何看待庞氏骗局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制作不易 喜欢的朋友也别忘了关注 点赞转发三连一下 一起了解更多国外大佬的神奇故事